经期爆红的萝卜刀 算是塑料玩具 但刀锋其实可以划破纸张 四川水果 引发了安全疑虑 对此黄灯辉老婆琪琪 透过社群发文坦诚 家里就有这种萝卜刀 但她认为这单纯就是玩具 因此自己真的觉得还好 琪琪认为日常生活中 其实处处都是危险 都要自己注意安全 而且相比起来蝴蝶刀更危险 并强调自己绝对不会购买 对此有网友认为 在家玩其实无所谓 但真的不该带去学校 因为就算教导小孩如何使用 还是会有人不受教 琪琪也支持对方的理论 认为不带才是最安全的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有些小朋友会捉弄同学 故意拿走别人的椅子 或是拿笔搓同学的手 这是不是就代表 椅子和笔也是危险物品 都不应该出现在学校吗 让相关话题引起热议 我们师傅 本来的主想